那一般症疾都不能动 其实我们节省到 你要怎么动都没有关系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教授一直规定 一个症状 你的穴道不要超过五的 记得当初 如果你多一个的话 你要打报告的 为什么你要多一个 你是做不到吗 你要提出很多的一个佐证 那现在你看 我们到中医诊所 大概一个症状 大概是二指之少不了 二指之少不了 这就是它 这个面移 这个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那其实 如果你不用我们的工具 你用手工具 或者说一般的简易的工具 也是可以达到 可以达到 因为它很容易的 把那个开关 碰住到开关 那最重要的是 这个我们学一个针灸啊 是要很高的中医的基础 一个像样的中医师啊 要差不多25年到35年的 的历练 所以我们这套大概两年的历练就够了 两年的历练就够了 而且我们应该是不下意 那我们所用到的 如果在我们的穴道上的话 我们一定用是阿四穴 第二个我们要用到的 是境外取穴 董事取穴 还有 我们基金某的 阿四田 目前有在研究基金某的 全世界 大概不足五位 不足五位 把它写得很有系统 大概只有五个 湾湾台湾罗 在外面大概也还有四个人 很有问题 这个 未来也正式一个方向 那为了要推广 那教授在他住家的楼下 三楼 那这边很多都住在跟教授同一栋的 那这是三楼 但这可以做总圣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 研究什么 研究你的课程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一学就会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宁可 不要那么早推广 对 就分好几个层次 那后来觉得 既然是那么的一个单纯 就 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节正道 我们比它 亮眼的几个点 像我们脚跟痛 其实有一个点 这个点 一弄 大概已经好了七层 七层 脚跟痛是一个很繁琐的 在这里就可以了 像脚踝痛 我们这里就可以了 诶 等一下有脚跟脚踝了 我们当然试 你只要读到三十 我们一定要让你有改善 不是我们行 是因为这里就是开关 你再怎么打也是会打得到 只是打得好不好而已 开关不是那么简单 像我们的胸闷 那我们的这个点很有效 像我们的心肌梗塞 诶 有几个点 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 我在11月18日 还在这里 我们可以来研究这个小开关 我总准备了三十个小开关 你们一学就会 一学就会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教授讲得那么好 其实我自己都很存疑 那我就开始临床 因为临床太重要了 那临床的话 我们对这个重工病人 他在一个黄金时间点 临床想不想知道效果那么好 第二次就可以爬山坡了 不能走路的人第二天可以爬山坡了 诶我吓一跳 诶真的这个开关理论 可以来做一个推广 那我们还有这个心肌梗塞的 还有那个 我们在处理大概几个小时 真的 真的两个人都不大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就 就打一个这个重工 我们在第四次还是第几次 他竟然可以跑步 没有连结 抱歉 这个人生是短暂的 我们一代大师 在2012年 11月22日上午病室 我赶去的时候 已经慢了两个小时 慢了两个小时 那我们在这个 隔了大概20天 我们可以做一个 有一个追导会 读版会 像这个 这个 他对我们的贡献 这个 教授 之前 每次碰到我 就总是会问几句话 我很深刻 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 刘老师 你确定有没有办活动 我说有 有没有 做记录 我说没有 太忙了 你要做记录 你要做追踪 我现在恍然大力 原来 教授 他传承的东西 他自己就没有做记录 所以他留给子孙的 给后代的 都等一张白子一样 太可惜了 那时候 如果能够把一些症状 他做个记录留给我们的话 我们不要走那么多阴网路 真的不要走那么多阴网路 那我们之前讲过 要启动开关 一定要有五个因子 那我们呢 目前我们只比较针对 这个 这个能量 能量 让我们看一下 能量 物质 时间 迅速 心 这几个就是我们的开关 就是我们的开关 这个 那 教授组了以后 我觉得要来推广这个开关法 那 我 这个 就用我的这个名字 叫做刘俊霍 康健开关法 你知道创立一个开关法 不是你随便讲就可以创立 你要有一套 一套 说服人家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病人 我们要怎么来看他 怎么来看 真正我的核心价值 是刘俊霍 康健开关法 那一些 像我们的一些小开关 那只是一个纯技术 纯技术 那我也把它 这次我也把它列进去 你们肯定是 你们肯定是第一次看 这就是说 认为一个东西 提出一项理论 它一定要有一套宪法 它一定要根据这个宪法在做 这也是它 这个开关法的核心价值 那我们很快速的 介绍一下 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开关法 可以引用的话 你们可以来引用 究竟 这是我在近40年的经验 那很多人生病 到医生那边 讲不清楚 我这边痛 我这边痛 这边痛 这边痛 那么医生 顶多有两分钟的时间 药都开好了 结果你讲的不清不楚 那医生开给你 也是不清不楚 那是肯定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 这个我们发现 你不如把你的症状 用血的 血好以后 就给医生看 要写什么 这个 我症状的 大量的描述 我是感冒 我觉得我是感冒 你不要说你是感冒 那第二个 我这个每天早上 特别不舒服 那大概 不舒服的情况 大概 这个整个下午 都不舒服 刚刚晚上 那对我的影响 我不容易出门 出门的话很痛苦 然后呢 特别的 特别的 晚上的 我特别难受 当你写这样的时候 医生一目了 他问了几个关键 他的东西都开给你了 这才是我们 我们要的 而且不是看医生 我们讲个讲好 医生都要都开好了 那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 我们很清楚 那你被 开关被关闭了 我们要取动它 我们第一个 要靠能量 第二靠物质 在时间训取 在心里 因为能量是最快的 好像随不住 我帮你摸一摸 你就好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 这个 其实呢 最重要的是 你吃的东西 什么病 要吃什么东西 什么病 什么东西不能做 那很重要 第三个 这个你一生病 那个时间点太重要 你掌握了黄金时间点 什么病都好医 第四个 你的讯息太重要 你的讯息 为什么 你第一个 你要对你的疾病 这个病 所有的讯息 你要了解 第二个 你要有正面的思想 最后 我们不得不谈 赢的诚识 很多神生病 是赢的诚识 这个 在西医是不讲这个 但是既然讲自然 自然疗法 自然医学 一定要谈心灵层次 所以我把心灵层次 列进去 而且它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 很多人 这个 尤其卖保健品的人 他都有一个术语 我吃了以后 这个脖子好酸 他一定跟你讲 这是好转反应 你尽量吃 你大量吃 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这时候 你要一会判定 你不要受他们影响 你要心里有一把尺 为什么 这个 他要卖产品 他一定是这样讲 你自己要说 我吃了这个东西 除了我那有那个反应之外 我这几个 有没有再改善 第一个 我食欲 有没有减退 食欲 我吃了以后 怎么都不想吃了 你还说好转反应 第二个 我睡眠 有没有好一点点 第三个 我在排便 排尿 排汗 有没有好一点 第四个 我的精神 有没有好一点 虽然痛 但是我的精神 有没有好一点 第五个 我的情绪 有没有好一点 当你有好一点的时候 好转反应 是必然的 可是 怎么来度过 这个好转反应 这才是重点 怎么度过 可能你们都没有 没有很大的经验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碰到这个 这符合理证明 都有在改善 这个叫做 你可以继续吃 不然你要洗肾 一直吃 保健品太多 也会洗肾 你继续吃 如果你受得了的话 你再大量吃 把它熬过去 你如果你受不了 那 你就给它 分断 不上次停下来 给阵子再吃 这就是度过 我们的这个 好转反应 那 其实你有好转反应 大概有几个现象 这几个现象 这个 我都问过 我曾经有个女孩子 我帮她处理三次 都大哭 我说是不是太痛 不是 那为什么要再哭呢 她说 她把情绪释放了 然后最后一次来 她跟我讲说 你不要再哭了 不然我要浪费 一包的卫生纸 她说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可是呢 弄完以后 她也大哭 那对她 以来讲 这就是好转反应 再来就是疼痛 很多东西做了以后 会更痛 这是自然的 那再来呢 排毒 你有很多时间排毒啊 拉肚子啊 什么 这也是正常 再来你会过瘾 再来呢 最重要的 有些马上就舒缓 这就被列为呢 我们的豪转反应 豪转反应 是要搭配刚刚我那五下 不然空谈 空谈 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 我们也知道 一种疾病啊 它必须经过几个期啊 那这个刚开始呢 我们碰到的是 等待豪转起 哎呀 希望呢 这位大师啊 能帮我治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如果你方向对的话 效果很快 咻 哎呀 这个大师太厉害了 但是呢 我觉得说 为你不要说得太快吧 我不要说得太快 那可能呢 你到一段时间 你就不大会前进了 进得很慢 本来这么快 进得很慢 然后呢 到了 再上去啊 几乎都不会进了 就好像我们在减肥一样 刚开始减肥效果很好 就很高兴 可是呢 减肥了大概 一阵子 哎 就瘦不下来了 哎 他怎么吃都瘦不下来了 就是你已经到了 饱和为止期啊 这时候呢 你如果想突破的话 一定要在寻求 另外一个方式 来把它加进来 不然 你会恢复到 原来的 例如 什么地方我们看的最明显呢 这个 重生病人 我们看明显 开始 笑得很好 都很好 哎 怎么到最后 都一直 没办法进展 其实他已经到了 饱和为止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